都说英雄难过美人观 面对静香的各种拉扯诱惑 大雄竟然坐怀不乱选择离开 到底是什么让他意志如此坚定呢 话说大雄这天回家奇了怪 不仅拒绝和蓝胖子下象棋 还拒绝了老妈亲手做的糕点 他要立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而熊妈认为他能坚持一天就不错了 大雄还写了一张纸条勉励自己 上面写着这次一定坚持到底 他的目标就是考上清华大学 为以后的人生之路打基础 看来大雄这次下定了决心 可翻开书本就感觉好难 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 而是集中精神思考问题 不知道过了多久 大雄都梦到周公了 猛然间醒来 大雄直骂自己是笨蛋 蓝胖子想去看看他有没有学习 走到门口大雄恰好出来了 原来他去给静香打电话了 说要去他家请教的难题 临走还特意告诉蓝胖子 自己是奔学习去的 大雄能坚持到底吗 转眼半个小时过去了 静香打电话问大雄啥时候来 这让蓝胖子一脸懵圈 赶紧出去找找他去哪里了 没想到他在空地和女同学玩嗨了 排球滚落到蓝胖子脚下 大雄嘻嘻哈哈伸手去捡 看到眼前的大圆脸 大雄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有任务 一路上蓝胖子屁都不放一个 这让大雄心里更难受了 蓝胖子表示自己放弃治疗了 随便大雄怎么玩 大雄一听顿时心更凉了 蓝胖子让他坚持到底试试 哪怕只是一次也好 大雄求蓝胖子再帮一次忙 只要有了自信以后就不依赖他了 蓝胖子最后还是心软了 拿出了坚持到底口香糖 只要嚼了他做事就会有决心 大雄半信半疑还是吃了 随即大雄表示五分钟内到静香家 二十分钟内请教完毕并回家继续学习 蓝胖子按下秒表开始计时 大雄表示坚定不移 随后一溜烟跑远了 这次他一定要坚持到底 无论什么诱惑都会抛之脑后 没有东西能阻挡他前进的脚步 路上小夫请大雄看漫画书 大雄笑嘻嘻就跑过去了 可紧接着就反悔了 小夫说是心漫画 大雄大喊坚持到底 随即跑开了 路过空地胖虎喊他一会儿去打棒球 大雄表示自己有事不去了 结果胖虎不乐意了 此时大雄又大喊坚持到底 趁胖虎不注意跑没影了 大雄总算来到了静香家 鉴于时间紧迫就不进屋了 静香在走廊就把大雄教会了 之后邀请大雄留下来打游戏 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新游戏 大雄刚同意就后悔了 直言还是下次吧 静香说很有趣 大雄又忍不住想留下来 可这样一来自己就失败了 再看静香又这么热情 大雄犹犹豫豫不知如何是好 最后还是决定坚持到底 拿起作业本往家的方向跑去 独留静香一脸懵圈 此时距离预定时间还有六分钟 结果路上小夫又叫住了他 故意拿高级巧克力诱惑他一起吃 可大雄拒绝了 小夫又邀请他参加漫画鉴定会 结果大雄还是不去 小夫故意阴魂不散缠着他 大雄在喊坚持到底 家族玛丽向前跑 一不小心踩到了狗尾巴 结果让这条狗误会了 没想到狗绳还没拴好 小夫也有被狗追的时候 大雄总算逃离了小夫的诱惑 可接着又碰到了胖虎 胖虎正等着揍他呢 原来球队少人比赛被迫取消 胖虎把一切都怪罪在大雄头上 不揍他一顿难消心头之恨 大雄不想坐以待毙 胖虎总会轻易放弃马 终究还是追上了大雄 奈何边跑边打不好发力 结果还是让大雄挣脱了 大雄使出吃奶的劲跑进了家门 意外让胖虎和小夫撞到了一起 胖虎刚想发飙看到了狗 正在恶狠狠看着他俩 当时他俩害怕极了 大雄成功了 刚好踩着点到家了 大雄说多亏了口香糖 蓝胖子却说是大雄 靠自己的意志力完成的 因为他给大雄的只是普通口香糖 大雄震惊了 没想到自己的意志力如此坚定 可扭头他就松懈了 学习又是三分钟热度 你说他能考上清华大学吗